格力手机造不下去了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格力集团啊 一直是处于这个舆论的热点之中 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特别能吸引眼球的董明珠 它是不停的在制造着热点 而且经常的语出惊人 之前它这个高调宣布进军手机产业 又是砸了多少多少个亿 经过这几年 格力手机一直销量残烂 即使董明珠亲自下场带货直播 在去年的618的时候 亲自下场带货直播 这个整个直播间几个小时的时间 几十万人同时在线 结果格力 它的那个格力的叫大松手机吧 一共才卖了30多台 结果还有20台是拍下没有付款 所以你可以想象是有多么惨淡 去年的时候格力手机的这个主要团队 还有一百多人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算是彻底的停止发展了 虽然格力没有官方承认这个消息 但是格力手机的官网已经打不开了 据说整个团队也都解散了 跟之前这个OPPO 这个整个停止了自己的几千人的这个芯片指导团队 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格力之前 也说是要花多少多少钱 砸多少多少个亿来做芯片 结果到现在也不了了之了 东明珠还和别人打赌 说我砸多少钱 我就能做出这个芯片来 这个事情我们就值得来说一说 是吧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办的 有钱 我只要把钱砸进去 这个事就能办成 他需要创新 他需要发明 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的 你觉得啊 人不重要啊 只要有钱啊 什么人招不来 其实并不是如此 尤其是在这个芯片这方面 现在之前你说啊 只要我们这个愿意投入 我们就可以弯道超车 现在你就说是因为人家掐了脖子 所以我们弄不动 你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是吧 事实你也就是证明了 真的是不光是砸钱就可以 那格力集团呢 这个这些年一直在着力的去搞这个多元化的战略 董明珠一直想是这个多元化发展 结果你看去年格力的财报啊 百分之七十的收入还是来自于格力空调 等于这么多年啊 老本还是在空调上啊 他的基础产业还是空调 格力空调一直是国内的这个手续一指的空调品牌 但是他的这个多元化发展 不管是芯片 不管是手机 还搞这个直播带货啊 都是雷声大有点小 那甚至像手机和芯片 那雷声大啊 没了 干脆就这个撤了 多元化发展啊 并没有像董明珠想象的那样啊 顺利 这也是中国的啊 这个这个科技企业啊 一个典型的这个发展 发展路径 想多元化发展 但是到了最后发现这个 除了主营业务 其他的这个多元化发展 都需要持续的烧钱 都需要持续的投入 但是持续投入却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出不来成绩 就像是设计芯片啊 就像是这个手机品牌 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受到这个芯片的制约啊 本来也就不好弄啊 越弄越弄不下去 当年喊的口号可是华为卖第一 我们就卖第二啊 当年可喊的是我们 我砸这个这个两百个亿进去 我就不信做不出来 这个手机芯片 事实是呢 所以这个董明珠虽然是这个 从底层奋斗起来的 典型的草根尼奇的代表啊 也激励了很多人 但是他的这个啊 很多的这些之前的豪言壮语 现在纷纷的打脸 就是你别看这些是大佬啊 这个大佬吹过那牛逼 最后能真正变成现实的 也少是又少 尤其是这几年 尤其是在科技行业啊 我要怎样 我要怎样 怎样了半天 最后都没怎样 是不是也挺有意思 谢谢大家